哗啦啦大雨下在高雄鳳山市區街頭 聽到這暢快的雨聲 也讓高雄的洗車業者安心不少 因為前陣子水晴吃緊 三月份實施夜間減壓供水 四月份用水大戶得節水一程 生意很不好做 如今雨來了 水晴終於舒緩 少沖水啊 就是 因為我都是用水槍 所以水會比較省一點 因為有無厚雷震 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根據中央氣象局預估 6月5號開始 週一週二 花東地區跟恆春半島 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其他地區會有午後雷震雨 週三開始到6月10號星期六 南部跟東南部 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其他地區也會有午後降雨的機會 局部地區有機會出現大雨 或豪雨等級 台灣颱風論壇則指出 6月9號會有封面靠近台灣 推對冰東方南海 有熱帶系統發展的機會 台灣附近會相當熱鬧 尤其南海的系統 假如順利發展 對中南部的補水更有效果 南水局評估高雄的供水目前能滿足每日150萬噸的用水量 但燈號能否從成燈轉黃燈 節水措施能否放寬 還有在中央進一步評估 靜新聞轉鈴謝嘉玲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我們只會